炙热的酷暑里面 一方方冰镇滑嫩的豆腐块 搭配上新鲜的生菜丝 最后淋上酸甜有劲的佐料 就成就了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道 非常中薄的沙拉料理 豆腐沙拉 你还记得童年时候最爱吃的鸡蛋布丁吗 你一定无法想象 如何能够利用鸡蛋豆腐 来做出既简单又可口的烤豆腐布丁吧 今天就让石圈师妹来教你 如何做烤豆腐布丁 七夕的情人节即将来临了 你还在为准备礼物而伤透脑筋了吗 石圈师妹建议您 今年不妨亲手来做一个情人果的蛋糕 让您心爱的他 吃在嘴里 甜在心底哦 拿手烤菜 今天我们为您推荐的金牌厨师是 林荣誉林师傅 林师傅有了三十年丰富的厨艺经验 现在担任的是台中金华酒店 中餐部的总主厨 同时也是中华美食展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同时他更是中餐烹调技能减定的减定委员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豆腐沙拉 这道料理所需要的材料有哪些 第一个我们看到准备的是青椒三十克 另外洋葱四十克 这边我们准备了一盒的中华鸡蛋豆腐 另外红萝卜丝大约是二十克 香菜适量 在调味料的部分 我们这边准备的是泰式鱼露 大约是一油二分之一汤匙 糖我们准备一汤匙 碎的花生末我们准备适量 红的芷天椒四朵 这边我们准备香茅大约十克 另外柠檬汁五汤匙 以上这些材料就是制作豆腐沙拉 这道料理所需要的材料了 天气越来越热了 最近的胃口实在是差得不得了 好像几乎到每一餐都不太吃得下饭 唯有桌上那半凉拌的菜 才是大家通通想要吃的一道料理 尤其是很多人提到沙拉印象就很好 不管是什么样口味的沙拉都非常爽口 但是有些人不喜欢吃沙拉 不过对中国人来说 这豆腐的沙拉可就蛮特别的 很多人都知道是皮蛋豆腐 凉拌的东西 但是今天豆腐沙拉怎么做呢 要请教林师傅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创意的新的食材 跟新的调味 比方说我们有用香茅下去 那可能一般家庭主妇买香茅不容易 但是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不用 不一定买不到香茅 你可以用柠檬的皮 柠檬皮 柠檬皮切碎 它本身就会有这样子相同的效果吗 因为有些朋友呢 他也比如说写信来 或者打电话来问 他说这个香茅怎么买 那之前我们采访过 可能有一些泰式料理的店 他们才会有进口这样子的东西 好像一般的传统的超市啊 什么地方还不是很容易买 所以柠檬的味道 所以用柠檬皮可以取代这个香茅 好吧 那就没有香茅 就用柠檬皮好了 现在味道蛮像的 你刚刚有闻吗 没有没有 你闻看看 很像柠檬皮的味道 整个香味是柠檬的感觉 很清香 不过夏天来说 这应该是非常舒服的 搭配的味道 我们先 这个沙拉我们先来做调味 还有它的材料 我们先把香茅切碎 它是干的 然后你再把它切碎 要泡水 它不是就是拿来煮水 煮成这样的汁啊 没有 就是把它切碎 有可以用煮的 有煮的 但是其他的菜不一样 是 今天香茅只是切碎 所以今天在凉拌的 这道料理里面 我们是把它切成碎碎的 然后撒进去一起用 师傅一直强调说 是一些新的调味 像在今天这个豆腐沙拉里面 哪些是新的部分的调味 那比方这个 一般来讲 沙拉都会去 您都会想到说 它应该是用那个沙拉油去打 用鸡蛋去打的那种沙拉 那一般一般菜来讲说沙拉 冷盘也叫沙拉 所以说我们今天虽然是 中国菜它应该都是 都是会认为是应该 应该是用那个沙拉 沙拉酱才对 那没问题 冷盘也可以 也可以讲做沙拉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再加四小条的 那个鸡心辣椒 就紫天椒 林师傅 您本身是什么样的菜系的 我本身我们现在有 那个海鲜台菜 还有那个广东菜系 在我那个 我们金华酒店 大概中餐厅里面 就有三四种菜系这样 所以所有的中餐厅 这些菜系您都在负责 全部都是我负责的 可是看您陆续在节目里面介绍的 你感觉好像不是 属于中餐厅的 你好像属于那种 中餐之外的 譬如说您用的鱼露 应该是东南亚的 都是泰式料理 对不对 青木瓜 或者是这个香茅 还是您经常到 这个东南亚国家去走动走动 不过就像这个林师傅常聊 他说现在都是地球菜了 表示说很多菜呢 全世界各地的都是普及 很多大师傅喜欢采用的料都一样 好 我们现在切洋葱 洋葱 洋葱大概切了一半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这么切也可以这么切 那我们就采用这种姿势切 它会切得比较细一点 好 这样切的话不好切 不好切 刀工又蛮好的 对 没关系不熟刀工人 可能就切自己喜欢的方式了 是 而且这样切的话 恐怕流眼泪的机会会比较大 应该不会吧 习惯就好了 习惯就好了 之前呢曾经有那个师傅告诉我们呢 他是这样子 直接切 不要把它切断 不要把它切断 最后再一刀 可以可以可以 这样子的话 因为它没有切断 所以它里面的那些分泌呢 不会跑出来 不会造成流眼泪 他们就把洋葱全部摆进去 好 可以一半就可以 是 好了 现在这个盆子里面呢 加进去了有香茅 又加进去了指天椒 还有加进去了洋葱 看上去呢 就很像是泰式什么凉拌生虾啦 或者是这个凉拌凤爪啦 凉拌海鲜 这样料理的一些搭配的材料 这个青椒部分先去纸 同样的青椒 切成适当的长短之后 也把它切成丝 所以其实今天这道豆腐凉拌呢 搭配了蛮多的蔬菜 但是不管搭配什么样的东西 一旦跟豆腐结合上了 好像就是百分之百的中华料理 尤其在夏天也可以推荐 像这豆腐凉拌 有很多的口味 也就是说你光是 加一些红萝卜丝 颜色也很漂亮 红萝卜丝 苏群你跑到很多世界各国 你有看世界其他各国的料理 用到豆腐吗 很少 几乎都很少 只有日本 所以日本用比较多 日本是沿袭我们的嘛 对 是唐蔡宗他们 然后那时候传过去的 好 我们现在来加一些调味料 现在开始加调味料了 好 这是 那是鱼露 鱼露 好 刚好 一茶匙 一匙 这个应该是一大匙 一大匙鱼露 一匙半 用一匙 好 香一点 糖是一匙 特别是你吃泰国式的春卷 或越南式的话 这样的味道 调味很常常看到 很香的 超过一汤匙 你可以用加点糖 是 新鲜的柠檬汁 柠檬汁 是汤匙 我看了这个柠檬汁 流口水 我嘴巴就隐酸了 好 现在讲话的时候 嘴巴的口水的分泌量又蛮大的 好 我们先给它搅拌一下 好 先来搅拌一下 我不要说吃到这道料理了 我光看了这个柠檬汁 就觉得很开胃 好 那我们来切豆腐 好 我们常用的是淡豆腐 鸡蛋豆腐 鸡蛋豆腐 如果要快速一点的话 就这样 从中间就要切进去 刮开 好 看到林师傅如此的来处理这个豆腐 就知道 真的是大点烤了 这种盒装豆腐 一般人 家庭主妇可能处理起来 就处理得 稍微有点 你又不知道怎么样取出来 那水弄得到处湿搭搭的 空气挤掉就会出来 这样比较完整 好 我们切成四方的小块 直接在手掌上完成 对不对 对 直接在这里就可以 那比较不熟的刀就没太厉害 不要用太厉害的刀 这个动作也是我们喜欢玩的 小时候切仙草 仙草 爱玉 没事 那还要家里面妈妈还要说谁比较乖的才有这个权利 对 对 好 把豆腐切块 而且这个样子的盒装豆腐它可能整个韧度会比较来得好一点 搭配这样子的凉拌 不会像是一般如果买到一些太嫩的豆腐来处理的时候 可能一下子它就会拌一拌的就会整个暖皮 可以比较舒适 可以比较方便 好把它切好之后 好所有的豆腐呢一整盒的豆腐把它完整的切成丁 好我们再搅拌一下 搅拌就不要太用力了 对 怕豆腐会 都碎掉 是 哇 这个很香哦 这个要不要倒冰箱再冰一冰呢 口味应该也 对 更好会更好 对 好我们大概现在稍微拌一下就可以了 你看鱼露的香味 那我们再把它倒下去 放在盘的中间就可以了 好 林师傅 现在呢因为在摄影棚的关系 所以呢您调完了以后直接把它盛盘 如果在家里面的话呢 先放冰箱 先放冰箱稍微静一下 看整个味道会来得比较均匀 会更好 所以家庭主妇在家里面呢 可以先做这道菜 做完了以后呢 先把它摆到冰箱去 稍微冷一下 等到大家开始吃饭的时候 再把它端出来 这样子的风味也会比较好 味道也会比较好 要吃的时候也可以淡尽一淋 把那个汁重新再淋回去 这一集讲话不能讲太多 因为从刚才看的柠檬汁 现在为止满嘴巴都是口水 好 那这时候再搭配这个碎的花生米 对 花生 有的碎花生米好像也是 台式料理中餐最常用的 好 那我们再把一些香菜 撒在上面就可以了 这香菜是经过窄洗干净 把梗的部分去掉 我们只保留香菜叶子的部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合掌说 好像到了泰国一样 这个是豆腐沙拉 非常凉爽在夏天来说 豆腐沙拉 你也可以用熟的章鱼片摆在旁边 还是鲍鱼片摆在旁边 还是花枝片 煮熟的花枝片 穿烫过 然后摆在旁边也可以 好 这道料理恐怕只有林师傅做得出来 泰式料理店没有卖 中式料理店也没有卖 对不对 尤其是像很多人喜欢吃豆腐 但是豆腐凉拌的 如果这样的做法 家里面也可以尝尝看就对了 来 师傅要不要试试看 像这个做起来比较好吃 它应该要绝在哪里 其实夏天只要凉拌的菜 是比较受欢迎的 凉拌的菜还要特别注意卫生 我们要吃出美味 我们还要吃出健康 最好 更好的就是说 我们要吃出艺术 然后吃出那种 感觉不一样的凉菜 还要吃出胆势 不敢吃辣的 就是玩辣的 不会吧 可是这个料理 林师傅您加了这个佐料 跟之前你曾经教过我们那个 鱿鱼凉拌差不多 为什么这个就比较不辣 是这样 我可以把两个一样的做法 但是我可以把它分成两个 稍微不同的佐料跟味道 这是因为它比较不辣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豆腐会出水 第二个原因是 那个只添加放三条而已 没有放四条 比较少 比较少 那刚才那个就放四条 而且又特别大 你听到吗 你现在在吃两三块豆腐 光吃两三块豆腐 你放在嘴巴里去咬 你就可以感觉得到 之前师傅加进去香茅的味道 有香茅的味道 对 有香茅的味道 感觉好像 那个感觉 真的在现在这个夏天 那个季节吃起来 很清爽的感觉 淡淡这样子的味道 好香 而且刚刚师傅提醒说 万一的一般家庭主妇 买不到香茅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用柠檬皮 真的很像 青的柠檬皮 然后这边还搭配一点 花生税粒 很香的 花生米粒 所以整个长桥 我想压碎 压碎就好 所以家里面 夏天的时候胃口不好色 这个都可以提起这个食欲 这是开胃 真正迷腹其实的开胃菜 不同的豆腐沙拉凉拌 但你喜欢吗 希望你也尝尝看 真的非常谢谢林师傅 谢谢 给我们介绍 在夏天来说 年年夏日 胃口都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试试看 豆腐沙拉 是一个不错的提议 豆腐沙拉的制度大纲 首先我们将红萝卜 洋葱 青椒 都把它切成丝 香茅 以及纸添椒 把它切成碎末 一起加到容器里面 最后再将鸡蛋豆腐 切成一块块四方块 然后加入适量的调味料 轻轻地搅拌 不要将豆腐搅坏掉了 最后盛入盘中 上面再撒上适量的花生碎末 以及摘好的香菜叶子 就完成了这道绝对中国式的料理 豆腐沙拉 今天我们为您推荐的精彩厨师是郭愿英郭老师 郭老师他专研了中医药材二十多年 本身也是郭老师养生料理的负责人 除此之外 他还写了很多的书 比如说是新新娘食谱啦 做叶子食谱啦 他的料理对于全家人的健康 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烤豆腐布丁 这道料理所需要的材料有哪些 今天我们用的豆腐 用的是中华的鸡蛋豆腐一盒 另外呢 吐司我们准备 干的吐司两片 完了以后我们准备一个鸡蛋 新鲜的鲜奶一杯 调味料的部分只需要火糖一匙 以上这些材料 就是制作烤豆腐布丁 这道料理所需要的材料了 有的人呢 觉得想要做甜点 或者是布丁啦 或者是奶酪啦 一定要搭配一些什么奶油啦 或者是一些面粉啦 其他一些材料 不知道 其实在豆腐里面 也可以变出这样子的新花样哦 尤其是其实提到吃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一些家里的口味 但是今天我们请到郭老师来 其实非常有趣 因为郭老师自己本身有两个儿子 然后再加上自己老公 他要伺候这三个小男生呢 其实就像这个很多的挑战 所以他享受很多的 就像伺候的联合国一样 对 而且每个人口味又不同 然后要养得这样 又高又壮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其实以一个妈妈的心 就像全部电视机器的母亲 都是非常辛苦的 但郭老师常常在想 要怎么配怎么配才好吃 今天也帮我们观众一块来配 豆腐要配什么呢 所以郭老师在我们节目里面 其实播出的时候 那个单元的收视率非常的高 因为代表了很多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妈妈的心声 对 非常辛苦的 对 他们可以 运用郭老师提供的一些食谱 去照顾家里面每一张 要求不同的嘴巴 代补的嘴 尤其是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 他们是有些在福中要支福 像前几天我自己刚回来的时候 我就自己做一锅汤 那竹笋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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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削到手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它很厚 那个皮太厚 有那个泥巴 可是你就会感恩说 那以前妈妈煮的每一道汤 它花多少时间 其实当你长大 你就发现说 其实你要很感谢 因为外面餐厅吃多 你觉得都是太咸 太腻 还在自己家好吃 所以今天郭老师带来 他又是自己家里的 结婚方知 娘辛苦 之前又很辛苦了 但现在更体会 可是郭老师今天带来 其实这个豆腐要配吐司 都没想到 就是古丁才吸气了 快来看看 怎么来做呢 没有 我先澄清一下 我一个自己年龄大了 然后又更年起 所以什么butter什么 都不太能吃 酱也很好 对 然后又想到 我们这个中华豆腐 花样这么多 我们以前有做过什么有机 又什么超嫩 今天又来个什么鸡蛋豆腐 我想我们在之前 那个单元里头 这一招我还是跟你们学的 然后呢 这样子 对 然后呢 这样子 这一刀呢 要画到底 要画到底 来 画下去了以后呢 要这样画一下 画到底 把它一分为二 一分为二呢 放过来的时候呢 就要稍微斜过来一点点 从心一挤 其实你看我们 从镜头里头来看 这个颜色已经比一般的豆腐颜色来得黄 就表示它里头绝对加了很浓厚的鸡蛋 才有这样的颜色 是是是 那我们今天做的 我现在我们准备的就是要烤 我们都弄了一个这个 那烤一样 这个餐具一看到就好像是外面吃那个酥皮汤 对对 可是我们今天不要酥皮 好不好 然后头一样一样 其实早知道是用鸡蛋豆腐配 我就不要加鸡蛋 但是我们既然准备了嘛 而且让我们的小孩 就是说 吃得营养健康 更健康的话 是 我们很简单了 就是 直接在餐具里面打鸡蛋 正常的话 如果说有受过训练 这个鸡蛋 平常我妈妈一来就 给它打下去 对 如果是要打第二个的话 我建议您 放在别的碗里头打好 检视一下 这个鸡蛋是 然后再给它丢进去 是是是 再给它丢进去 那我们一边打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牛奶 顺便让它把它打 那我们从这个里头 那我们平常里头 就是吃布丁 今天郭老师要加的是 因为我们小孩 你知道很挑的 对 你们家两个儿子特别挑 我个人又大 对 他这样满足不了他的胃 如果是宵夜 平常这个是宵夜来吃 很简单 你看看这个吐司 宵夜就这样吃 吐司就把它这样丢进去 皮也不必切了 就不要浪费那个吐司皮 平常他们 有的还挑三拣四 觉得吐司皮太硬 实在很浪费 就通通丢进去 我们就一个摩里头 就把它这个 最重要的是 让它泡一下 那今天比较特殊一点的是 我想到我们这个 你看我们这个 这种豆腐 又嫩又可口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很营养 我们看到这个鸡蛋豆腐 鸡蛋豆腐 真的是 那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里头有吐司了 那当然我们 让它吃出来 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然后又有营养在里头 那也让它最重要 待会儿吃的时候 我们的整个鸡蛋跟豆腐 还有牛奶结合的时候 它吃不出任何这个豆腐的味道 奇怪的味道 这只豆腐哪有奇怪的味道 就这样说 它吃不出有任何添加物 是营养于无形 对对对 所以你看 妈妈 我们做的非常的简单 那当然你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我今天太贪心了 量一下加太多了 那没问题 现在会不会很容易就被吃出来 没有关系 吃出来也是很好 今天又多了一道料理了 对不对 那你看看 首先我们 其实我们之前吃过 郭老师介绍的料理 他把鸡蛋豆腐 做成果冻 或者是甜点 是是是 谢谢 谢谢你还记得 鸡蛋豆腐 吃不太出在奇怪的味道 然后我们来给他 来给他加一点这个果糖 是 那这个时候 你看看我们的牛奶 如果还不太够的话 对 再添一点牛奶 对 但是做这一道的时候 千万不要满满的 因为它待会会膨胀 最重要是我胖着果的 OK 就这样 做法非常的简单 是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烤箱里头 烤就可以了 直接这样子烤 对对对 但烤多久呢 烤多久呢 如果我们烤箱有预热 如果预热了 热了以后 绝对不能让会 那没问题的 我们每天就是在求变嘛 厨房里面这个摸索新方法 那很简单 因为我们找到一个适合的这个碗 其实如果还有的话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 那很简单 像我两个儿子 我什么事情都要做两份 很简单 很简单 就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蛋 一样打匀了 把它摆进去 你有没有去过日本旅行 有吃过他们的温泉蛋 他们的温泉蛋 事实上里头没有摆豆腐 就是这样淡下去 在蛋摆进去之前 下面先摆差不多一汤匙的水 所以待会儿那个蛋白 跟碗不会黏在一起 那我们今天 很简单的 就是然后用这个保鲜膜 把它整个蒙住 蒙住以后 就放在微波炉里头 早上起来吃一个快餐 像我们现在快餐 有时候变不错 你看又有个蛋又有个豆腐 可以说是我们里头 所有的食材里头 最营养 然后又最便宜 吃起来又最健康的 那像这样 它刚刚都不用加点调味料吗 不要加 等弄起来以后 你再撒一点盐花 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说 尤其是几个人 大概就弄几份 对 刚好一个人吃一个份 像这样的话 它进微波炉 大概要多久的时间 非常的快 你如果用大火的话 只要 我看不要用大火 用中火 差不多一分钟就可以了 需不需要用蛋 先炸起一点洞 也不需要 那那个蛋就刚好嫩嫩的 如果你的小孩 喜欢吃蛋黄 不要全熟的话 你差不多四五十秒就可以了 那你那个知优生 就早上来吃一个这个 又吃到我们这个 黄豆的营养 又吃到鸡蛋 那一定是更棒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 放到微波炉里面去 然后用中温 对 中温 大概四五十秒 看你喜欢吃熟不熟 先四十秒 对 然后不够的话呢 再加一点 再加一点 看这个微波炉 蛋豆腐究竟出了效果如何 对 先等一下 吃早餐咯 不是吃早餐 吃宵夜 其实在很多那个五星级饭店的那个自助餐里面 有这样子的 其实法式这个布丁其实就这样吃的 是这样吃的 真的就这样吃的 我都赶快去尝尝看 来来来 吃吃看 吃吃看 其实我们两个吃 其实刚刚烤好的时候 还会碰起来的嘛 对不对 对对 它为什么会这样的奈乐呢 录影的时间我们等了比较久嘛 所以它温度一降了下面那个 然后看看这个豆腐放在我们这个布丁里头的感觉是怎么样 郭老师是最勇于尝试的 你之前把这个豆腐呢 尝到这个甜点里头 今天又把这个豆腐尝到布丁里头 那是我儿子爱吃啊 而且我只要我儿子爱吃就过关了 比较神奇的是那个吐司 吐司平常旁边的椒都烤着这样 椒椒 口感很多人都不吃 但是这样一直一烤完以后发现很香 对 之前呢 有一次我在小孩的学校里面 开这个家长会的时候呢 那有些家长就在问 我的小孩呢 经常不吃这个吐司的边啊 吐司的边都浪费掉了 我当然给他建议 我说你其实可以拿吐司的边 来做成这样子的料理 它就可以变成是一个 烤这个鸡蛋布丁 或者是豆腐布丁 对不对 那中间吐司的部分呢 可以拿做三明治 其实蛮合适的 怎么说着说着今天就吃到 我们俩要没作弊 没有作弊 这个也很好吃 微波这个也很好吃 其实现在呢 因为微波的时间 我们是用这个中等的制作方式 所以呢 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要吃这个蛋黄 更嫩一点 你可以用稍微时间再短一点 我们用的是一分钟 你可以用差不多三十秒 或者四十秒 让这个蛋变得更嫩一点 或者你不想要吃那么嫩 你喜欢吃老一点 其实都无所谓 尤其是其实我想着 如果说你说这个宵夜 但是我觉得如果早餐 有些主妇很忙的时候 要起油锅要顾火 你看如果说你把它打个蛋 放个豆腐到微波炉 四十秒一锁定 你去刷刷牙洗洗脸 做做夹子 已经好了 小朋友吃早餐的时候 已经可以上桌了 或老公要吃早餐 你已经不用说 还要去起油锅这样煮 真的不用那么辛苦 可是麻烦就是麻烦 你现在只有一个老公 只有一个老公 所以你只有一个老公 所以你只要 一分钟是你的 一分钟是老公的 两个一分钟 或者两个四十秒 就搞定了 你看我们家人多 爸爸妈妈奶奶 这样两个小孩 每个人起床时间 每个人一分钟 老婆的刷牙都不得 闲着一会儿要跑进 一会儿让人跑出 不过那个自发 一定每个人起床时间不一样 对 你要用餐时间不见得都一样 对啊 而且都做好了以后 它冷的也蛮好吃的 对不对 蛮香的 这营养价值应该很快 我觉得最好是 今天借着这个豆腐 我们把豆腐放在这样子 很比较平常 没有想到怎么来烧的 你看看那个豆腐这样烧 应该超嫩豆腐这样子 非常的口感 超好吃 好软啊 而且豆腐整个 感觉又不一样 那自发你不要去外面吃豆腐啦 你就在家多吃点这样的豆腐 谁在外面吃豆腐 这句话讲的真是好啊 非常谢谢郭老师 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料理 还有很好的建议 谢谢郭老师 谢谢 谢谢 烤豆腐布丁的这个大纲 首先我们先在容器当中 打入一个鸡蛋 并且将它略微打散 然后加入牛奶 一起调和均匀 接着我们将一片土丝 用手撕成小块 加入其中 同时我们将鸡蛋豆腐 从盒中取出 并且切成适当的小丁 加入适量的豆腐丁 到容器里 一起调和均匀 最后加入少许的果糖 做适当的调味 然后放入烤箱当中 用150度的温度 大约烤15到20分钟 就完成了这道烤豆腐布丁了 甜嘴滑舌 今天我们为您推荐的金牌厨师 是林南希 林老师 Nancy阿姨 她是惠尔通蛋糕装饰学校毕业 本身在台湾也担任 总指导老师的工作 她有八年的丰富教学经验 现在也是南希蛋糕工作室的负责人 她做的蛋糕非常好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前果蛋糕这道甜点 我需要的材料有哪些 第一个我们先准备的是 酸酸甜甜的芹原果200克 然后在面粉的部分呢 我们先准备的是 低筋的面粉90克 完了以后高筋的面粉 我们准备75克 另外鸡蛋的部分 我们全蛋准备275克 细砂糖我们同样的分成两杯 每一杯都是75克 另外在无盐奶油的部分 我们准备150克的无盐奶油 动物性的鲜奶油 我们准备40克 这边看到的是泡打粉 我们需要1 2 1 茶匙的泡打粉 完了以后一大匙的柠檬穴 也就是柠檬皮 以上这些材料就是制作情人果蛋糕 这道甜点所需要的材料了 又是Nancy阿姨来到我们节目里面 每次Nancy阿姨就用一些生活上的东西 制造出各种不同 让大家叹为观止的点心 真是好吃的不得了 尤其是很喜欢吃点心的人 各种口味都想去尝尝看 其实台湾有一些很好吃的水鱼果 像芒果就非常好吃 但是像有人家早上做成 酸酸的那个柠檬的那种情人果 那好像是台湾的专利 对啊 台湾实在是 全世界很多的外国朋友 来到台湾吃完了酒席之后 居然上来一盘绿色一条一条的 还夹着碎冰 还配着刷冰 对 真的是好吃的 所以很奇怪 吃了一口之后 没想到一口煎一口 越吃越顺口 这还是敢吃的外国人 有些外国人是看半天 这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想芹生果的口味 是很多人都喜欢的 但是好吃的芹生果蛋糕 大家可能没尝过 芹生果蛋糕 这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 跟没什么 真好吃 真好吃 一口煎一口 你发现每次遇到那些阿姨 但是什么都好吃 巧克力好吃 杏仁好吃 这个好吃 那没有不好吃的东西 那是真的耶 那些阿姨自己在她工作室里面 实验过好多次 不停的实验 不停的实验 她总是把最好的东西 拿到节目里面来介绍给大家 而且我觉得像这个兴趣 其实非常重要 要喜欢才能够让她做得更开心 没错 很少人看到人家上班是笑的 那些阿姨永远都是笑的 对 你发现你到办公室去访问 你忙吗 笑不笑还 只有她是 对对对 你在原来路那个216下那边 这样偷偷地在她店的外头 那个玻璃里面看 她在店里面一直是就好像是 过动耳一样 经历非常重要 更好玩 走过去小朋友都说 那些阿姨 那些阿姨 对对对 你应该要打动 爱吃的前日果蛋糕也是很好玩 我们来请安娜姐来示范好了 经历这段要怎么做 对 首先因为我们蛋白不是很多 所以我先把这个蛋白倒进来打 跟七方法有点半类似 它有点像拌七方法 有点像拌那个 PUNCAKE的方法 对 我先把这个七方法打进来 一样蛋白跟它搭之后呢 稍微搭一下就加糖了 那等它我要倒在这个盆子里 是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 慢慢地加进来 慢慢一笑一笑地加进来 然后第一个动作 先是把这个蛋白 打滑 打滑一点 对 蛋白每次打的时候 都小心蛋黄不要进去 对 蛋黄不能进去 确定是这个钢是很干净的 再不坏那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 用完的钢 我们会倒一点醋进去吸 所以我现在就用醋 它最重要让它讲得说 尽量去掉油 刚好把它油去掉 对 分解掉它的油脂 这样子的钢呢 再使用的时候呢 不管是打什么东西 它都能绝对成功 对 再稍微干干净一点 就这样 抬高一点比较快 你假的 因为你们今天的粉 对 同时有高粉和低粉 对 因为它吃起来 在夹于戚风蛋糕 跟美式的重买的蛋糕的口感 所以非常的香 所以要两种粉 相互混合 对不对 对 因为之前我在切到材料的时候呢 有看到有高粉和低粉这一半 对 然后慢慢地加糖进来 是 同样的糖 我们好像也准备了两份 对 对 一个是蛋黄那边的 一个是蛋白这边的 一定要分开 蛋黄如果不吃好 泡沫会很粗糙 所以打起来口感不柔 光滑 而且不柔软 对 跟口感当然有很大关系 那我们可不可以 为了怕烫 怕甜 把它分量稍微减一点呢 可以减一点 但不能点太多 因为我喷过很多观众说 我不吃太甜 我不吃这个 不吃那个 然后那减太多 不要打出来脏糕走样了 对 整个都走样了 所以这些糖在里面 除了一些味道之外 还扮演了其他一些 添化的效果 对 它可以保湿 好 咱们大概蛋白打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大概半中性的 对 好 装下来 等一下我们再把这个拌到搅拌 我先把它倒出来 因为我们是钢的问题 所以观众可以看到 我特别喜欢用Kitchener 为什么 因为它很快 对 然后现在我就用扁状的搅拌器 来 而且不用担心 Nancy还并不是买Kitchener 它是高兴就说的好帮手 对 很棒 好啦 你看现在的这个蛋白的部分呢 其实没有打得绝对的那个发起来 对 它只要到一半左右的程度 对 那现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打面糊的地方 我把那个奶油丢进来了 还有糖也放进来 然后现在我再把两个稍微混合下 我还再加蛋 再加硬胎 那我们现在使用同一个缸 来处理两种不同的问题 就不用洗 对 这个顺序也是有绝对的关系的 我们一定要先处理蛋白的部分 才能够再处理其他的部分 对 如果先处理现在后续的部分 里面有了这个 有了 你再打蛋白 打到最后 建议你不好的蛋白 然后一做蛋花汤用 因为一点都不会成功 对 然后现在这里呢 我有蛋白 我再它放进来 这个蛋白 对 慢慢的放进来 不用一口气放完 不用一口气放完 对 跟两个步骤上 对 一样也是要花缸啊 这个动作都是我们基本的 一定要记住 是 还好 对 好 这边再拿一下 好 然后慢慢的我再把 我今天用的是动物性鲜奶油 为什么我用这个动物性鲜 因为它比较香 比牛奶还要香 是 所以我用动物性鲜奶油 然后慢慢的倒进来 所以写的时候这个奶油 还要写动物性 对 动物性鲜奶油 对 你一段材料呢 记得不要一次全部加进去 如果一次把它全部加进去呢 可能会变倒灰那种的感觉 对 就分离了 慢慢的 慢慢的 一边边往一边加 好 好 好 然后这里呢 我们现在就把所有的粉 都通通倒进来了 我这里有泡打粉 我可以把泡打粉 跟粉放在一起 好 那现在我要放粉的时候 我轻轻的先放下去 可能刚刚给我下一下一点 可能会比较好放 对 它们放的时候可以一起放完 对 可以一起放完 对 好 然后再把这个高粉丢进来 所以高粉 低粉 泡打粉 对 三种粉 对 可以一次全部把它加进来 好 对 这个是我们的东西 对 还有盐 可以放进来 好 谢谢 好 然后再用机器呢 轻轻地拌一下 记得这个会拌过久 拌过久的话就是会出筋 你只要把它想到说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这个扁状是你的手 所以不能拌过久 你用手拌也可以 但是很吃力 所以我习惯用机器就这样子 轻轻拌 对 轻轻一下就好了 好 这时候我再把我的已经 我把芒果切一部分出来丢进去 前人果切丁 对 前人果 对 那等一下我 把所有的前人果分成两部分 对 一部分把它切成小丁小丁丢进去 好 可以了 从刚才开机器到现在为止 差不多也只有十秒钟左右的时间 对 那我再把蛋白拌拌的 慢慢地拌进来 OK 来 我现在拌拌 好 跟戏风法一样慢慢地拌进来 一点点一点点拌进来 到最后再全部倒进来 因为笔中的关系 一点点一点点往一口加 对 这个动作应该可以看得清楚 是不是先进来 所以它的口感非常的滑口 很香 有的人喜欢说我喜欢吃重奶油蛋糕 但是我又不要那么的重奶油的口味 或是那么的好像heavy的那个感觉 所以说这个配方我们这样玩出来 蛮有意思的 然后再把所有蛋白都丢进来 好 可以了 OK 好 谢谢 然后最后还点柠檬丝 我也丢进来了 柠檬的皮 对 香味 对 好 也是帮他们拌匀 对 轻轻的要刮刀 用切的 用压的方法 让两种不同的材料能够充分的混合 对 你知道我每拌一次都会出镜一次 所以这么说这个地方你要拌得 要蛮小心的 对 要拌得非常的均匀 也不要说怕出镜就拌不均匀 不可以 你要想办法改进你自己的方法 有问题跟我们打电话不要客气 可以 好 可以了 整个是一样糊的状态 然后这里呢 你用任何什么模型烤盘都可以 我这边用的是圆形的 中间有一个洞 它烤得比较快 然后在烤之前呢 我上面磨一点点奶油上来 奶油上来 奶油 其实这个蛋糕如果烤四方前也很漂亮 我们在店里试过 烤过四方前也非常的理想 而且像很多人如果有问题 特别是做蛋糕部分 特别上网也可以跟Nansia一讨论 对 现在交流的方式很多 对 再放 好 轻轻拨一下 对 转一转 小哥很新鲜 正正 对 那我们再把这个芒果干呢 为了好看呢 好 我们把芒果干就是 裁一点点上来 可是这样子看起来表面很丑丑的 对 没有关系 要烤出来就是很漂亮的 它会 这样子烹起来吗 对 会烹起来 很好吃 所以会烹到跟这个 烹一点点不是那么的高 因为里面泡到没有那么强 是 对 这个你怎么排都没有关系 对 我们最后把一些 这个完整的芹果呢 芹果呢 芹果呢 好了 排在上面 下降它大概进烤箱烤多久 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半个多小时 对 可能四十分钟到半个多小时 对 那温度需要用到 180 对 因为差不多要四十分钟 就需要180度温度 大约烤到半个小时 待会就可以吃到这个 风味非常特殊的 情人果蛋糕了 哇 这个蛋糕 虽然这样子的蛋糕 大家都见过 但是上面是奇异果的 一定没尝过吧 这是情人果 芒果 但是刚刚去烤的时候好像比较大 现在就缩小了 对 它会缩小 因为它烤了四十分钟左右 又半个小时 它一定会缩一点点 对 而且你看我们王吃蛋糕 今天里面都放那个水果粒 对 今天这个情人果 不知道吃起来什么样口味 来 老师来 好 谢谢 你看这里面 你看这里面 好漂亮 好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的颜色 所以刚刚真的可以多切一点点 对 看它那个小小的果粒颜色 就蛮漂亮 其实光这样子送你 在一个很漂亮的包装子 包起来就很大方了 对 这刚刚这个图片的意思就是 当蛋糕来到台湾的时候 就是made in Taiwan 我们是情人果 有没有多么骄傲 真的多么的骄傲 对啊 又好吃 但是到底口感怎么样 赶快吃吧 好棒喔 协调吗 真的是好棒喔 冰的也好吃 热的也好吃 有没有 很香喔 特别是情人果 还要慢慢地品尝 因为那个蛋糕的那个 海绵体呢 会比较扎实 那情人果咬下去酸酸的 然后就 嗯 感觉不一样对不对 其实这种蛋糕呢 最好吃的地方 是它有很多的这个 奶油跟蛋的那个味道 很香 真的是很香 以前呢 我在做这样子的蛋糕的时候呢 里面加了很多的这个 石井水果粒 葡萄干啦 或者是什么样的河果啦 还这样子搭配吃 但是呢 情人果在我的印象里面呢 吃起来呢 会酸酸的 比较偏重于这个 偏向于这个女孩子喜欢吃的 酸酸的感觉 那男孩子吃的可能会觉得太酸了 但是呢 加到这个蛋糕里面去 它本身的酸度跟蛋糕的甜度 已经融合得非常的融洽了 所以呢 吃到的情人果 不再会是那种酸酸的感觉 反而变得很好吃 对 尤其是像 如果你真的考虑一个这样的蛋糕 像家人们 比如先生和小孩子 要去上学的时候 或是要出门之前 吃一个这样的小小蛋糕 喝点牛奶 也很好 然后下午的时候当点茶 万一有朋友来家里 你看非常舒服 很好吃 很棒 很棒 这样子的蛋糕 拿一个小塑料袋 兜的 带到学校去 也很方便 或是你办公室万一先生的同事 你可以一小分送人家 人家会觉得下午的茶点 如果累的时候 喝点下午茶 更何况 这样子的蛋糕 如果烤好了以后 顏色 上面还热热的在冒着烟的时候 你捧到隔壁王菜的家去 叮咚 来来来 送你一个蛋糕 你看 这样子敦清目的关系 一下子就建立起来了 对 但是我想做蛋糕 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情趣 加上这个情人果 这么的美味 也是很特别的 真的想带来这个情人果蛋糕 果然不同凡响 对 谢谢阿姨 谢谢 情人果蛋糕的吃肉大缸 首先我们将奶油倒入搅拌缸中 慢慢地搅打到柔软 然后陆续加入了细砂糖 充分混合 接着再渐渐地加进去蛋黄 柠檬皮 以及动物性的鲜奶油 充分混合 最后再将小部分的情人果 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丁状 加入搅拌缸中 混合在一起 最后再把所有的粉料 包含了低筋面粉 高筋面粉 还有泡打粉 一起加入缸中 混合成为馅料 另外我们再用一个缸 将蛋白放入缸中 搅打到中性发泡 接着再陆续加入了细砂糖 一起混合均匀 然后把两种不同的材料 慢慢地混合在一起 然后准备一个烤模 在烤模中略为涂上一些奶油 将所有的馅料倒入烤模当中 并且将完整一片一片的情人果 铺排在表面 送到185的烤箱里面 大约烤40分钟 就完成了这一个 挠去风味的情人果蛋糕咯 台北亚都荔枝大饭店 本周要推出海鲜蔬果叶 为了丰富您的味蕾 主厨特别精心设计的一道 充满了南洋风味的 羊桃椰浆鲜贝蟹肉 它结合了果中之王的羊桃 以及椰子 再加上海中之霸的螃蟹 保证能够让您口齿流香 欲罢不能呢 台中永丰站立志酒店 本周要推出鲜果美食夏宴 主厨选用道地的港式材料 搭配了香甜多汁的鲜果 成为多道清甜的梁夏美传 比如说椰中炖排斥 比如说香芒割柳 值得您细细品味哦 台北中泰宾馆本周推出 泰式料理主厨餐厅 泰式料理主厨餐厅全新开幕了 特别聘请泰国主厨 为您精心烹调各式各样 道地的泰国传统美食 再加上优美的用餐环境 一定会成为台北的流行新地标哦 属于流行时尚的您千万不能错过 台北美丽店华太大饭店 本周推出 九华真修极品饗宴 有主厨精心烹调了多种龙虾的料理 特别要推荐龙珠现宝 它运用了花枝马蹄和虾肉 相互结合而成的龙虾球 再加上龙虾脚一蒸一炸的料理方式 值得您来试一试哦 高雄福华大饭店 本周推出庆夏花果宴 为了满足延年夏日的爱美人士 本周推出了美容圣底的荔枝餐 以及让您窈窕一身的芒果餐 再加上果中之王的榴莲 和滋补养生的莲子餐 让您与仙国美传一起拥抱夏天 美丽一下 台北老爷大酒店 本周推出活溜溜活慢特辑 哇跳跳活溜溜的特选鳗鱼登场了 爱吃鳗鱼的人有福了 炎炎的夏日里更需要提振食欲 保持身体的健康 而鳗鱼可以滋补元气增强体力 特选的活慢真摇 绝对让你大饱口福 台北京华大饭店 本周推出法国美食节 由曾经获得法国经贸厨艺冠军的主厨 为您精心捧调法国布尔多地区的道地佳肴 搭配了当地佳酿风味一流 保证让您感受到法式的经典浪漫哦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